现在为各位介绍如何在Sony Ericsson X8上变更桌布 首先点选左下方主功能键 接着选择变更桌布 选择桌布来源 选择你要变更的桌布 按下设定桌面 这样设定及完成 接着为各位介绍如何变更排列小工具 一样先点选左下方主功能键 接着选择排列小工具 在Sony Ericsson X8上总共有20个页面可以放小工具 接着我们点选上方新增小工具 选择你要选取的小工具 接着按返回 这样设定及完成 最后要为各位介绍如何变更四个角落的捷径 最后要为各位介绍如何变更四个角落的捷径 我们按返回键 我们按返回键 这样设定及完成 接着自己谈订下方斯